于成龙 私自开放皇家粮仓 他怎么有如此大的胆量啊 起座皇上 是因为 朕没跟你说话 朕 在自己问自己呀 直立 七到六周三厅十一府 没有一处没有闹过饥荒 没有一处没有饿死过人 上一任巡抚在临死之前 已经向朝廷揍好过了 为何迟迟不落实啊 非要等着死了人 才可以解决吗 朕现在才看过来呀 满朝文武 只有他于成龙一人 敢为民尽力 也只有于成龙一人 不怕丢掉脑袋上的乌纱帽 也只有于成龙 敢与朕通心通德 明珠 佛伦 屈酒外 当初你们反对于成龙到直立来 要不是陈廷竟坚持 朕 差点就听了你们 皇上圣灵 奴才愚钝失禅 奴才知罪 你呀 你就跪着 你 升堂 升堂 于大人 被誓有罪 被誓有罪啊 你就是大明之县 赵立谦 你就是大明之县 是 我看你很面熟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我们 在 你认识我吗 认识 认识 是府台大人 在哪儿认识 你再仔细看看 在哪儿认识 是我在大明县衙的食堂里 大吃大喝的时候认识的 大吃大喝的时候认识的 你 赵立谦 你在大明食堂里 喝的是谁的酒 吃的是谁的肉 花的是谁的钱 我吃的喝的 花的 都是老百姓的 日历灾情已经饿死了 那么多老百姓 你作为朝廷命官 一线执掌 一方父母官 居然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居然还在那儿大吃大喝 花天酒地 你也能吃得下喝得下 我说了 于大人 晓氏有罪 背是有罪 背是有罪啊 于大人 你有罪 你有什么罪 我犯了 我犯了康熙圣誉十六条里的规定 康熙圣誉十六条 你犯了哪一条 我犯了 康熙圣域十六条里的第五条 上节俭 以袭采用的规定 我有罪啊 于大人 我不该在此大谎之年 带头大吃大喝 我更不应该 只顾自己花天酒地 不顾百姓的死活 康熙圣域十六条 是皇上给百姓定的规矩 不是给官员定的 大人 皇上给百姓定的规矩 当官的就更应该带头执行 可我现在 我现在连个百姓都不如 于大人 你惩罚我吧 你怎么惩罚我都可以啊 你怎么惩罚我 我都认了 赵立信 我来问你 你除了大吃二喝 不惜名才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如实讲来 于大人 我老实交代 老实交代 吕谦除了好吃好喝之外 真的没有干过任何坑害老百姓的事啊 于大人 赵立信 你必须得老老实实地 向府台大人交代你所有的问题 不许耍滑 不许抵赖 不许隐瞒 全部如实招来 全部如实招来 智副大人 我可以向老天爷保证 我赵吕谦真的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百姓 对不起各位大人 对不起朝廷 对不起皇上的事啊 真的没干过 真的没干过 府台大人 明察 范大人 在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回府台大人 回府台大人 没有了 一切听府台大人猜决 来人 在 将赵立千 给我宋广放行 赵 赵 谢府台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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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这 于大人 您这就把赵立千给放了 范大人 你敢保证直立各府州县 就只有赵立千一个人敢大吃而喝吗 回禀明相过 卑职 也不至于成龙为何会突然下令放人 总算是有惊无险 有惊无险哪 有惊无险 我看不尽然 那老奸俱华的虞成龙 能轻易放过赵立千 这虞成龙的手段 的确了得 他这是在跟我们斗法 明相过 您看这事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解铃欢喜记录着 这赵立千本就是一个浪荡公子 你们非得给他放到县衙里去做什么一个支县 这九万 这九万 佩职赛 你去处理这个事情 我 明相过 我哪里处理得了啊 我和于成龙一向是水火不容 势不两立 再说 他于成龙一向是油盐不尽 就算我肯放下身段去求他 我没让你去求他 油盐不尽 这欲佳之罪 何患无辞啊 明相过 我懂了 你懂个屁 对他如果不下狠手的话 你斗不过那个于成龙 余大人 你昨天当堂释放赵立千 猛看哪 是个高招 其实啊 事不险奇 仔细分析分析 屈九万他不会上你的当的 你放了他女婿 他就会给你 前嫌尽弃 握手言和 我看他不会 他会继续跟你斗下去 而且很有可能会主动向你出击 东秉忠 怎么 不是向你透露过了 这直立啊 是明珠的地盘 表面上你是和取九万斗 其实啊 你真正的对手 是明珠 明相国 金阳的分歧 扁辟入地 切中要害 只可惜 金阳老弟顶多就是个司马懿在世 看着见其一 却看不见其二 其三 你真正的 我的周大先生啊 多大岁数了 这度量怎么那么小啊 成龙就夸了我一句 你就吃醋了 有本事你就试试诸葛亮 诸葛亮 诸葛亮不敢比 但在于大人下着这盘险奇的棋盘上 对方的下一个子往哪摆 我是已经看出来了 我相信 你没看出来 我没看出来 那就等着吧 等着明珠的千军万马 暗中把你杀个片甲不留 我于成龙等的就是他的千军万马 好 报 于大人 大明之县赵吕迁求见 谁 大明之县赵吕迁 他俩干什么 不见 下官赵吕迁 叩谢于大人 在葬转 赵吕迁 你不在县衙好好做事 你跑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于大人 下官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全靠了府台大人及时挽救 大人对吕迁恩正如同 如山 犹如再生父母 千言万语 千恩万谢 都不足以表达 大人对吕迁的恩情于万一 所以今天特被子区区博理 大人 请大人笑呢 是什么人让你给我送礼的 该不是你岳父 屈酒万屈大人让你来的吧 于大人 这您有多心了 我那个岳父老爹屈酒万 他才不会管我这些事情呢 我之所以感谢大人 是因为这几日回到大明之后 我是吃不下睡不着啊 我日思夜想 我觉得我现在能够 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完全是因为有于大人这样 爱护下级官员的好官 及时挽救 于大人 晚辈吕迁可是一片真心啊 请大人收下吧 礼有交际 原因分仪相继 互为献仇 用心沉浸 你一个下级小官 刚刚受了知府和巡抚的处罚 不思悔改 却跑到我这儿来 言之凿凿地 向一个二品大员 行李受贿 不藏私心 无有图谋 岂非怪事 来 我 将赵吕迁给我轰出去 大人 于大人误会 大人误会啊 我误会啊大人 大人 大人 误会啊 大人 赵先生 洁阳 取酒万上钩了 取酒万上钩了 取酒万上什么钩了 取酒万啊 让他那不成妻的女婿啊 来给我送礼了 他们的第一个妻子 终于按照余大人部下的局 摆出来了 好 非常好啊 看看他们下一步 还有什么能耐 卓先生 洁阳说得非常正确 我们真正的对手 不是取酒万 而是明珠明相国 一点都不错 洁阳这回可真是 料事如审哪 不不不 周大人 你别这么说 我没那么大的本事 可是 于大人 我还是想提醒你一句啊 你在胡广跟贺里斗 你在福建 跟巡抚无星座 总督摇启胜 还有康亲王爷较真 那都不算什么 你如今面对的 可是大清天下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生为赫赫阴险毒辣 全清朝野的堂堂相国 你斗得过他吗 你真的想好了 怎么和明珠斗了吗 还有周大人 你是直立寻抚余成龙余大人的慕斌 也是他的生死之交 也活了那么大的岁数 经了那么多的事情 你总不能心里无数 毫无把握地跟着他一起起哄吧 刘敬阳你这叫什么话 谁跟着谁起哄 我今天说话是不好听 但是不好听我也得说 明告诉你们俩 你们不是明珠的对手 你们根本就斗不过他 刘敬阳 什么你们我们的 你是什么的人 我是谁的人 我是明珠的人 我是去九万的人 我是佛龙的人 我是赵李全的人 行了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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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父大人 这俞成龙他没收礼不说 还派人把我轰出来呢 无妨 我打扮你去送礼只是个幌子 迷惑他一下 扰乱一下他的思绪 收与不收都无关紧要 幌子 啊 屈大人 讲 回禀屈大人 大明之府范永茂 和奸之府徐可先 霸昌道员沈志里 正定府同志周从谦 水清县之县万一兹 县县之县乔国栋 都到齐了 好 我们可以进行第二步了 报 报 余大人 余大人 这是正定府 和奸府 大明府 和霸昌道的重要文件 和霸昌道的重要文件 无非给接走了 静阳 你把手到董炳中 赶紧给我下来 快去吧